今天晚上我教大家如何製作狐狸烏冬 先把它切成四块 放入冷的煎盘 今天我选择烤飞鱼做这个汤底 我喜欢浓烫的 我会放三包 然后我就多加了200ml水 即700ml放三包 这个汤底最棒的地方就是煮滚了水之后 立刻放进去 搅匀 煮三分钟就准备了 首先把砂糖倒入水中 然后把自由倒入砂糖和水中 搅匀 然后现在倒入 然后用小火 翻一下 油羊是吃完汁的 这个就是慢慢煮了 要搅拌日本汤包做完高汤之后 还要加些味道 加些什么味道呢 Sake 味淋 然后加少许醬 然后糖 就是那个汤底的味道 煮滚了之后 再煮三分钟就可以了 这些京葱 一会儿可以放到烏冬里 那些油羊已经吸收了汁了 这个高汤也都搞定了 哇好香 先拿个汤包出来 汤已经滚了 我们就放这个烏冬下去了 你在家做 是没有味精的 是天然的 所有东西都 烏冬已经搞定了 现在呢 我们就倒了一些味道下去了 搞定了 现在倒了个汤 然后呢 我们就放些煮煮了的油羊下去 接着呢 放些 京葱 搞定了 各位 好了 现在呢 吃下我这碗狐狸烏冬 很好吃 你一定要买这个汤包 嗯 嗯 非常好 这个汤喝下去真的很舒服 我不是说一下 它喝光了 真的 真是非常好 介绍一下这个汤包 这个高汤包呢 飞鱼 即是烧了的飞鱼做出来 我相信香港呢 你都很少看到 有这个用飞鱼做日式高汤的汤包出现 你吃下去之后呢 是没有这个味精的感觉 是很重要的 没有这个味清的感觉 有好多款 好多款 ok